第十五年前 儿子这样被人抢走 寻找思念 等待是他生活的全部 十五年后 丢失的儿子突然有了音讯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地方相见 今日说法问题播出 母子在十五年后相见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2011年4月初 家住云南省昭通市静安乡的刘兴芬 接到了福建警方的一个通知 说他十五年前丢失的儿子有了下落了 接到警方的通知 刘兴芬激动的一夜没合言 刘兴芬说 这就是他的儿子 十五年前被人抢走时 他才三岁 回忆起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 刘兴芬至今心有余悸 刘兴芬说 当时她丈夫在外打工 只有她和孩子两人在家 深更半夜 不知什么人突然闯进家中 从她的怀里 把睡熟的孩子抢走了 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 赤着脚的刘兴芬追到了村口 眼看着几个黑影 把孩子弄上了一辆农用车逃走了 她却无力追回 所以她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遗憾 感到又害怕 丢孩子那一年 刘兴芬二十五岁 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家里的长孙 一直都 一直都 但是十多年 一直都没有放弃她 为了这个孩子 因为就是她一个 我们已经支付全家 当餐 为了她 相当的遗憾 一直这多年了 相不得是会遭遭干 得到福建警方消息的第二天 刘兴芬就和家人 在云南警方的陪同下 赶往福建 2011年4月21日上午9点 刘兴芬来到了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 台商投资分局 等待着和儿子相见 办案民警从电脑里调出了一张 名为无奇政的照片 给刘兴芬看 分离15年了 如今儿子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 刘兴芬讲 儿子还记得他这个妈妈吗 当他急切地想见儿子时 警方的一个讯息顿时 让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刘兴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儿子竟然是一名犯罪嫌疑人 从福建警方的口中 刘兴芬听到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是2月18号到2月21号 联系解保台商投资区 百齐湖上面路灯电缆被倒戈 百齐湖大桥使城街进江实施 来往泉州的重要通道 也是台商投资区刚刚建成不久的警官大道 接到报警之后 办案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勘察 接报后我们限制地赶到现场 然后我们到现场了以后 发现这个地下的紧盖是给撬开了 那里面的电缆线被用大紧钱给它剪断 换这份子它就将这个电缆线给拔走了 所有被倒戈的电线都是用铁剪剪断 然后整条抽走的 从极其案件的作案手法来看 警方断定这是同一伙 有盗窃电缆经验的人所为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做的呢 有个目的证明就是 开车经过的时候 有看到一辆本田CIAV的那种越野车 田站那边是人下来 准备要捡那个电缆 然后我们就是从这辆CIAV开始入手 开始查那些监控路向 每天有近三万辆车经过这里 办案人员从摄像头拍到的监控录像中 发现了一辆黑色的CRV越野车 行踪有些可疑 调出来反复的开 折袭的开 这一块真的有看到一部车辆 后面拍这张CD 它遮挡住的 开头的地方它没有遮挡住 敏C 这个MF 后面遮挡住的 这辆车牌为敏C的黑色越野车 为什么要遮挡车牌 它会不会就是作案车辆呢 我们通过交通系统 八般的系统调在那看 是本田CIAV又是黑色 是这个字母开头的 所以只有一部车辆 只有一部车辆就只有好差了 车辆信息显示 这辆车就是从这家车行租来的 车行老板说 每辆出租的车上都存有GPS防盗系统 根据GPS的记录 警方掌握了嫌疑车辆的行动轨迹 初步端定 这辆黑色的越野车就是作案车辆 因为它那个GPS显示出来的 就是它启动跟停留的时间 然后就是还有地点 然后结合这些 我们就是还有我们自己 这边案发的现场这边的地点 然后时间段 我们给它反正梳理完之后 给它对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网上 只要他们这辆CRV 这辆小教材有到我们这边作案 然后停留的话 我们这边就有发案 顺藤摸瓜 办人员很快就找到了 案发那几天 曾经租用过这辆车的人 我们发现这辆车 有停在那个商务酒店里面 我们就到前台那边去 去查一下吧 查了一下住宿 那个住宿的情况吧 然后发现说这辆车就是 它这车上人员就是一个姓 一个姓潘的嘛 这个登记的住宿 警方决定当晚收网 来了来了 快行动 警方在电梯里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两个犯罪嫌疑人 主犯竟是这个年龄最小的吴奇正 17岁还未成年 他还是个孩子 但是他的谈吐却让警方十分惊讶 就等着坐牢 坐牢出来 坐牢出来还是一样 现在还小 经常玩 没女老的时候就不能玩了 吴奇正说 他12岁就离家出走了 直到现在 四年多都没有回过家 那你平时都在哪里 我平时都在全州 为什么不在全州 因为不想在家 跟家里面的 跟家里能感情不怕 然后跑出来 然后就在不想回去 什么时间出来 就5年5年12月混到来 当时出来几岁 当时出来12岁 谈话中吴奇正不愿意谈起 离家出走的原因 但是可以想想 12岁还是个小孩子 那么小的年纪 就流浪在社会 他是如何生存的 细心的办案民警 从户籍资料中发现 吴奇正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有所不同的是 他的法定监护人 竟然不是他的父母 而是爷爷 这个信息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情况因为比较特殊 我们就马上就 因为意识到说 是不是那个被拐卖的 警方决定 到吴奇正的家里 去了解情况 这位从远方走过来的老人 就是吴奇正的爷爷 爷爷叫吴奇正的 爷爷 都到外面打工了 现在家里就只剩下老两口看家 那吴奇正现在是因为涉嫌盗窃 被我们台商分局 现在抓了 那现在是刑事据游 在飞安县看守所哪边 3月10号刑事据游 吴奇正的爷爷说 1997年的时候 他的二儿子死于一场意外 有人给爷爷出主意 让他找个孩子 给二儿子续香火 他也没有介绍 我也没有介绍 多少钱给他来 两万 两万 爷爷说 买的时候 只是交给对方两万块钱 那个人就把一个 三岁多的小男孩交给了他 只是爷爷也不知道 买了的小孩 几岁 叫什么名字 是哪里人 警方凭着职业敏感 怀疑这起盗窃电缆案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 十多年前的儿童被拐卖案 然后我们就是在怀疑 说因为他这个 可能是非纪属被拐卖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汇报 向领导汇报了一下 是不是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这起案件 像吴奇正这种情况 是不是还存在了 另外一起被拐卖的案件 然后我们就马上对他的DNA 之前的采集 如果是这样 警方希望能够做DNA比对 寻找吴奇正的亲生父母 就这样 吴奇正的血样 被送到了泉州市物证鉴定中心 我们将这个吴奇正这个样本 就是DNA做出以后 入这个一个全国公安机关 拐卖失踪儿童 定义数据库 然后入进去以后 他会跳出一个比动信息 因为在2000年 我们打拐的时候 他这个有一个云南 有一对父母 他那个孩子就是怀疑被拐卖了 所以说他把这个定义分析 已经入到定义库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吴奇正的 这个样本入进去以后 这个比动信息跳出来 是比中了一个云南的一对父母 然后父亲是叫张天荣 母亲是叫刘信芬 DNA的鉴定结果一出来 说吴奇正跟云南的一对夫妇 比对成功 泉州市公安局台商投资区分局的 办案人员就把这个结果 通报给了云南的警方 这就有了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刘兴芬千里迢迢赶到福建去认子的那一幕 不过这个时候 刘兴芬仍然成为不展 他还是不能确定 大墙里边关着的是不是他的儿子 如果是 他们能不能相见相认 为了找儿子 刘兴芬等了15年 如今儿子找回来了 可万万没想到 儿子竟然犯了罪 回想起15年来 全家人苦苦地寻找 他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们可不可以建设他这一年 因为你们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他是96年了 对 96年被抢走 十几年了 十几年 按规定我们是没办法 因为他这个是争达期间的 那我们现在你们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我们是管征 要来争取一些干嘛 刘兴芬说 吴七正原名叫张凤君 被抢走的时候刚刚三岁 如今15年过去了 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从儿子被抢的那一刻起 刘兴芬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就是看着儿子的照片和他说话 孩子被抢走后 全家老少都出去找孩子了 家里的地也丢弃不中了 真是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说妈妈 自然也不知道你在哪个地方 你在哪个地方 我说这个 兄弟你过得好不好 你个想不想妈妈 突然那个陌生人 你吹什么样子 我总想想 我总来他说 有些时候早起来出去找 晚上很晚很晚才回来 有些时候 却一两个星期不回来 没钱又回来 借钱去找 那时候我们家就 搁了很多高粒板 借高粒板去找 就在刘兴芬全家 到处苦寻孩子的时候 他的儿子 已经被拐卖到千里之外的 福建永春 一个无姓的人家 名字也由张凤君 改成了无奇症 在无奇症童年的记忆里 他一直以为 自己就是养父养母亲生的 可是 无忧无虑的生活背后 总是有些怪事发生 他经常被奶奶带出去 东躲西藏 当时那时候我政府 政府那时候因为我埋户口 然后想抓我 然后我奶奶他 然后我奶奶他带着我去藏 农村里面田里面那种 豌豆那种不是有一种藏 然后他就把我叫 叫我带到那边不要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 他带过去给我吃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才回去 无奇症童 直到七岁的那一年 有一天 他在门口玩的时候 听到了奶奶和隔壁婶婶的一段对话 然后聊着聊着提起了我的身世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身世 然后也是也是从那一天才开始知道 我不是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无奇症说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 自己叫了这么多年的爸爸妈妈 不是亲生父母 而他却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心底 一藏就是十年 那时候一种 一种很 很堕落的一种心情 因为突然间知道自己 因为突然之间知道自己亲爱 一直叫着爸妈 不是自己亲生的 然后又一时间 又一时间想知道自己身世 对自己身世的差异 然后又 又认为说我爸妈 我亲生 我亲生爸妈 他们到底在哪里 然后为什么不要 虽然爷爷把自己当成了亲孙子来养 可是无弃正确认为 妈妈对他和哥哥姐姐 是有区别的 去试探我爸妈他们 像我家长会 他们从来没有去过 那你哥哥姐姐去过吗 有 像我哥他们的那些家长会 我爸他 他都会去过 你试完了以后 得的结论是怎么样 就是 对我不怎么 对我不怎么在乎 2001年是云南的刘兴芬丢失孩子的第五年 夫妻俩为了找这个孩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不得已 他们来到了昆明打工 因为这样可以一边打工 一边挣钱继续找孩子 我在昆明了 打工 我就是一下班了 一下班的时候都会是转盖 想想说 哎呀 看他这个小孩 给抢我的孩子 物业师们 心里面 就感到是 哎 想想说 今天给他 是见到他 这回事要想 2005年是刘兴芬的儿子 也就是现在的无期症的本命年 儿子生日那天和往年一样 刘兴芬又给儿子煮了两个鸡蛋 今天是你的生日 妈妈非常的想念 非常的见不着你 今天 学生你在家里干 爸爸妈妈非常的高兴 见不着你 突然跟你想到哪个地方 爸爸妈妈心里非常的想念 虽然找不到儿子 但刘兴芬 但刘兴芬一直在心里祈祷 儿子的生活能更好一点 可是 他并不知道 就在这一年 已经12岁的儿子 有了异常的举动 我们两家都是一起观察 一起考虑 想起来 他丢掉那个 一件那个是衣服还是裤子 丢掉 最后查来查去就是他 爷爷发现 无期政偷了邻居一万块钱 爷爷很失望 一气之下 就说出了孙子无期政的身世 你什么还来的 你还不乖 这个还不听我的话 长大了要争一个气 你都不为我争一个气 他拿着一万块钱就出去了 就跑掉了 那一就跑掉就到现在 无期政的爷爷说 自己怎么都弄不明白 三个孩子一起养 为什么偏偏无期政 有这个坏习惯 对此 无期政是这样解释的 当时也就是说 很想知道一个答案 然后就想方设法 其实想知道 很想知道什么答案 就想知道他们对我 对我 对我 我在他们眼中 有多重要 离家出走的无期政 整天泡在网吧里 在那里 他结识了一个朋友 还不到一个月 这个朋友 就花完了他的一万块钱 到后面 他我钱也花光了 然后他也走了 然后他也离开了 然后后面慢慢的 然后自己就 自己就学着 面对这种社会 然后在那种 这种 这种儿立我诈的社会上面 自己慢慢觉得 自己慢慢的成熟 开始 无期政也想要去找一份工作 刚开始去上班 去上班那时候 年龄还很小很小 那时候还是一个 一个 当时还没 现在这么高 然后 人家又不要 然后只能说出来 战案 战案 玩着玩着 然后只能说 小偷小猫 从那以后 无期政再也没有回过家 他的偷盗生涯 一直延续到 2011年被抓获 也就是在这次积压中 警方发现 无期政被拐卖的经历 相隔 却不能相见 这让和儿子分离了 15年的刘兴芬 万万不能接受 而在刘兴芬 抵达泉州的第二天 泉州市公安局 台商投资分局 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 那本来说呢 这个案件应该说是 因为这还属于政策阶段 这个 还不适合见面 但是我们考虑到说 一个呢 这个是 被拐卖的案件 这个注意人性化 的考虑 另外呢 这个应该说 我也有碍这个案子的政策 所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说 可以 让他们的母子见面 那我们现在就是 带你去见一下 你那个 要当奉剑那个儿子 好 在泉州警方的安排下 刘兴芬终于见到了 他分别了15年的儿子 那我可以去帮我 刘兴芬终于 刘兴芬再也控制不住 内心的悲伤 15年的思念 15年的内疚 还有15年寻找的艰辛 在见到儿子的瞬间 毫无保留地 倾泻了出来 与母亲的激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铁窗里面的无奇症表情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难道是时间太久远了 她已经记不得当年的事情了吗 我生母她不会说主动话 她只会说他们那边的家乡话 虽然她说出来那些话我都听不懂 然后我从心里面可以说 可以感觉到说她在说什么 一种感觉说可以听得懂她说的话 遗憾的是这次刘兴芬只能自己回家了 而无奇症还要等待着法律的判决 母亲在离开之前还想和儿子拥抱一下 在这里好好感服 我本家都带着你早日回来 回来去看一下家里面 所以以后出来了 再也要像这样了好不好 去啦去啦 走 明年的10月18号 吴奇正就年满18岁 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了 如果说他人生的前18年 充满了心酸的往事 我们希望他今后能够改正 好好生活 毕竟在他的身上 承载着两家人的期盼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基础说法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和其他节目 明天见